孟窩被孔明綠琴綠綜之後, 他和他舅兒帶來動主, 去投奔烏歌國, 拜見國主押凸骨。 烏歌國原來是沒有房屋的, 人人都在山邊挖搖擋住。 孟窩去到, 把事情說給烏嘴骨聽, 烏嘴骨就說, 好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一如出兵和你報仇。 孟窩就立刻叩頭多謝, 於是烏嘴骨叫他那兩個帶兵頭目來, 這兩個頭目, 一個叫土安, 一個叫蟹蟻, 點起三萬騰甲兵離開烏歌國, 向著東北方出發去和贖兵作戰。 他們走到一條河叫桃花水, 河的兩岸都是桃樹嶺, 看上來漂亮的確是漂亮的, 但是自古以來年年桃樹下的葉子, 如果帝國人喝了河水, 就殺死了。 唯窩過國人喝了, 就更加精神爽利。 押凸骨的兵馬來到桃花渡口, 就紮落營宅, 等著屬兵來了。 現在講到孔明, 他探聽到這個情況, 就捅述兵馬, 一直前進來到桃花渡口, 隔岸看見那些萬兵,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樣子, 醜得淒涼。 又問了土人, 說現在只是桃葉落的時候, 水不能喝, 孔明就吩咐退後五里, 紮落營宅, 就留魏賢在那裡把手。 第二天, 烏哥國主, 帶領一鏢騰甲軍過河來進攻, 雷響戰鼓打響童鵝, 嘩嘩聲地大聲吶喊, 魏賢立即帶兵出來迎戰, 過鏢蠻兵捲地而來, 屬兵隔岸用箭亂射過去, 誰知道那些箭射到騰甲上面, 嘩嘩聲地拔開了, 根本射不進去, 就掉落地。 那些蠻兵衝到近身了, 屬兵用刀斬, 用槍斥, 也斬不進, 刺不穿, 嘩, 那怎麼能打呢? 而且那些蠻兵呢, 都是用利刀, 用鋼叉的, 屬兵頂不住了, 打敗走人了, 那些蠻兵也沒有追, 自己退回了, 蠻兵跑回頭, 趕到桃花渡口看看, 嘩嘩, 只見蠻兵, 就這樣穿著騰甲游水過河。 其中有些大概覺得累了, 居然脫開騰甲, 放在水面, 人就坐在上面, 十足坐著艇仔, 這樣爬著爬著爬著, 嘩嘩, 蠻兵急急跑回大本營, 將見到的情況, 逐一逐一說給孔明聽, 孔明就請呂海和當地的土人來問問, 呂海說, 是啊, 我都聽聞說, 南蠻當中有個烏鍋國, 都沒有人倫的, 更兼有藤甲護身, 只有他打你, 沒有你打他的。 又有些桃葉毒水, 他們本國人喝了, 就精神百倍, 帝國人喝了, 就立即死人。 成相啊, 好像這樣的南蠻地方, 還使大鑊全盛了, 也沒有什麼益處的, 不如趁早班師回朝吧。 哈哈哈哈, 我們來得到這裡極不容易, 怎麼能夠就這樣回去呢? 不要緊, 我明天自然有制服盲兵的辦法了。 孔明於是派趙雲, 協助毅然把守刑寨, 並且吩咐他們不要出展。 到了第二天, 孔明叫土人帶路, 自己坐著四輪車, 去桃花道口北岸的深山大嶺, 到處去視察地營。 去到那些崎嶇險峻的地方, 車不能走, 孔明就下車步走, 走著看著看著看著走著, 就走過一座大山。 看見前面有個山谷, 就好像一條長蛇一樣的, 兩邊兩邊都是懸崖峭壁, 光脫脫霧到樹木, 當中一條大路。 孔明就問土人說, 這個山谷叫做什麼名字? 叫做盆蛇谷, 出了山谷, 就是去三江城的大路, 山谷前面叫做塔浪殿。 哎呀呀, 真是天賜我一座成功的好地方。 孔明立即走回舊路, 上車回到大本營, 就叫馬蓋來吩咐他說, 馬將軍, 我交給你十部黑油櫃車, 你再去準備一千條竹竿, 將車櫃裡面的物件, 如此如此。 你將本部兵馬, 守住盆蛇谷兩頭, 依照我說的辦法去做。 限你半個月, 要一切都做好他, 到期了, 就如此如此。 如果走漏消息, 就按軍法處理。 德令, 馬蓋接受了命令走了。 孔明又叫趙雲黎吩咐他說, 趙將軍, 你去盆蛇谷後面三江大路口把手, 要如此如此。 所用的物件, 要依其準備妥當。 德令啊! 趙雲接受了命令去了。 接著孔明又叫魏妍來吩咐他說, 魏將軍, 你率領本部兵馬去桃花道口紮寨。 如果萬兵渡河過來攻擊, 你就放棄刑寨, 向插著百旗的地方逃走。 我限你在半個月內, 要連輸十五陣, 放棄七個刑寨。 如果只是輸十四陣, 都不要來見我。 魏將軍, 魏將軍! 哦! 德令! 魏妍接受了命令, 周身不舒服, 沒有離神器地去了。 孔明又叫張奕, 帶領一支軍隊, 依照指令的地方建立營寨。 另外, 又命令張奕、馬忠, 率領投降過來的萬兵千多人, 如此借搬。 好了, 部署好了, 各人都依照計策去做了。 現在就回頭說回萬禍。 這一日, 他跟烏哥國轉格特筆說, 朱國良, 很多鬼計, 一尾打盲服, 以後, 跟他們交戰, 要吩咐山軍, 單凡見到山谷, 樹林, 千萬千萬不要隨便進去。 大王, 你說得有道理, 我都知道中國人很多鬼計, 以後, 就像你說的這樣做, 我在前面來施殺, 你在後面來指令。 兩個大王這樣商量妥, 對付孔明辦法。 有一日, 有報告說, 屬兵在桃花道口北岸, 建立起營宅似的, 在後面。 到了第二日, 魏賢又試去建立營宅, 萬兵知道了, 又試帶誰過來打呢? 魏賢跟他們打了幾個回合, 又打敗逃走。 這次的萬兵就追殺過去了, 招了十幾里, 哈哈, 見到四圍沒有埋伏, 就索性在屬軍放棄的營宅住下來。 第二日, 那兩個大頭目, 就請魏賢軍來到新佔領的營宅, 說給他聽是怎樣怎樣佔領的, 魏賢軍很歡喜, 立即帶兵大舉進攻, 將魏賢追了一輪, 屬兵飆盔起甲, 就猛走猛走。 魏賢帶著這支轉門打敗仗的軍隊, 就一看著插在白旗的地方逃跑過去。 果然, 去到白旗那裡, 早就有個空營宅在那裡等著了, 魏賢的兵馬就在這個營宅住宅了。 等魏賢不帶兵追到來了, 魏賢率領軍隊放棄營宅逃走, 那萬兵就佔領了營宅了。 第二, 萬兵又向前方追殺, 魏賢匯兵跟他們交戰, 已經打了不夠三個回合, 又試打敗, 有一尾就看著插在白旗那裡逃跑。 去到, 又有個空營在那裡等著, 魏賢就照例又注落了。 第二, 萬兵又到了, 魏賢稍為打起打又走, 於是萬兵再撤奪取到營宅。 好了, 不要說得那麼啰嗦了, 要是說魏賢, 他扯戰扯走, 已經輸了足足十五日年氣, 放棄了七個營宅, 引到萬兵就猛地追殺。 魏賢匯親自打前鋒, 他一路上, 但凡見到樹林茂盛的地方, 又叫兵不要進去, 又派人離遠地望下, 哇, 果然見到, 在樹林裡插著很多旗的。 魏賢匯對萬兵說, 是呀, 果然不出大王所料。 哈哈哈哈哈哈, 朱葛亮, 你鬼計, 你一次被我射穿了。 大王, 你連氣贏了他十五陣, 佔了他七個營宅, 逐兵望風而走。 朱葛亮已經沒有術了。 哈哈哈哈, 你此大王, 再一進兵, 就大肆成功了。 。 魏賢匯不被萬禍這樣公圍, 喚起到驟身鬆大, 一點都不把屬兵放在眼內了。 到了第十六日, 魏賢帶著他那隊殘兵敗將, 又此來和騰甲兵對敵。 魏賢匯不被斜著大仗走先, 只見他頭大日月狼鬆帽, 身兵頂頂頂頂的金珠英朗, 兩邊的小燕, 露了一片片鱗, 我雙眼閃閃發光的。 他指著魏賢, 嘻哩哩哩哩地罵, 魏賢都不知道你怎麼說, 去訪一刀, 撥馬就走。 那些蠻兵就像潮水般湧過來, 魏賢帶兵轉過了盆蛇谷, 向著插白旗的地方跑。 魏賢匯就帶著蠻兵, 嘻哩哩狂呼大叫, 跟著後面追殺過去。 魏賢匯見到山上一點樹木雜草都沒有, 想著實無埋伏, 就放心追上去, 追呀, 追呀, 就追了入山谷。 嗯? 見到有幾十架黑油櫃車停了一條老鼠。 那些蠻兵就報告說, 大王啊, 這次是熟兵運糧的路來的, 他們見到大王大兵衝到來, 摘下了那些糧車, 逃命走了。 好啊, 出! 魏賢匯指揮那些蠻兵, 繼續向前追, 快要追到山谷的出口了。 咦? 怎麼不見了那些熟兵呢? 突然間, 凌凌凌凌凌凌在山上滾了無數這麼多木頭大蛇, 塞住山谷的出口。 魏賢匯指揮那些人搬開木頭大蛇, 日欲開路前進。 誰知道見到前面, 原來還有大大小小很多車輛, 撞滿了乾柴, 含含聲燒著了。 糟了! 魏賢匯連亡大喊, 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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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後軍有鬼殺金草, 一問, 閉閉沒那麼閉了, 原來說山谷入口那裡, 已經被棺材塞到實, 車上都是火藥, 已經燒著了。 魏賢匯見到這處, 沒有草沒有樹, 心裡還不是殮荒, 就叫人找路出去, 突然間, 在兩邊山上, 亂丟火把下來, 火把鎖到之處, 馬上就押住地下的藥人, 啵啵啵啵啵啵, 就地飛起鐵炮, 閃下眼, 滿山滿谷, 火光亂舞, 一碰到騰甲就消逐了。 啊, 慘了! 將壓突骨和三萬騰甲軍, 燒到你抱我, 我抱你, 一狗狗一堆堆地死在盆蛇谷。 孔明在山上, 遠遠地看上去, 只見那萬兵, 燒到開堂爆肚, 伸手屈腳地欲酸, 哎呀, 而且大半人, 都被鐵炮打死, 打到投降開花, 炸開幾拳, 那些氣味臭到不堪, 慘了慘了。 孔明看到盆蛇谷就像地獄一樣, 都不禁留起眼淚來說, 唉, 我雖然有功於蛇跡, 但是殺人太多, 我的壽命必定會減短的了。 那些屬軍將士見到這樣的情形, 我心都很震, 火燒盆蛇谷這一陣, 孟明正在營寨裡等著交戰的消息, 突然間, 有千幾個萬兵寬天喜利地來拜見他, 說, 恭喜大王, 賀喜大王, 護國國的兵馬和贖兵大戰, 已經將諸葛亮遺憤在盆蛇谷裡, 現在特意來請大王去接應。 好, 好, 你們是什麼人啊? 我們都是本動的人來, 逼於無奈才投降贖兵, 現在知道大王來到了, 就突然回來作戰的。 孟明很歡喜, 立刻率領同族的黨羽, 和召集到那些藩人, 就由萬兵帶佬, 馬馬趕去盆蛇谷。 去到了, 哇, 之前火光亂閃, 臭氣沖天, 孟明知道中計了, 急忙退兵。 誰知左邊有張椅, 右邊有馬中, 兩路軍馬殺出來。 了, 孟明正說想抵抵抵得, 噢哼, 一聲吶喊, 原來說來作戰的蠻兵, 裡面大半是由熟兵辦的, 他們三兩下手腳, 就將孟明同族黨羽, 和那些班人, 全能續起來。 孟明單人匹馬, 殺出了重圍, 在尾條運山路走, 他還以為自己好運, 怎麼知道走路走路, 只見在山咬裡頭,一隊人馬蓄擁著一輛四輪車,車上面端端正正坐著一個人,頭帶關筋,伸穿道袍,手上拿著鵝毛線揚揚揚揚揚,是孔明在那兒等著,孔明大喝一聲,反賊孟莫,你似怎樣?孟莫掉頭就走,嘿嘿,不走得了, 有个将军在旁边一下冲开来 拦着去路 哦 是马袋 曼莫措手不及 被马袋生禽活足 在这个同一时间 黄平 张逸已经带着一支军队 终到去曼寨 将竹容夫人 以及曼莫的全家老小 都逐着压紧回来了 孔明大莫全盛 就回到大本营 召集众委将军来到中军将 将火烧盆蛇谷的计谋 讲解给大家听 他说 我这条计 是不得已才用的 大选阴德 唉 是这样的 我估计敌人 必定以为我 会在树林茂盛的地方 埋伏兵马 我呢 只是虚插其次 其实就没有兵在里 有意使得他们 喜而心 我之所以命令文长 要连书十五阵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 坚定他们的信心 我见到 盆蛇谷只有一条路出入 两边两边 都是光一光的草壁 一些树木都没有 而下面又是沙土 因此呢 我就命令马代将黑油柜车 车去山谷安排好 油柜里面装住的 都是预先做好的火炮 叫做地雷 一炮里面就藏住九炮 三十步埋一个 又将竹竿打通了 那些裂 若印就穿住在竹竿里头 所有的地雷 都用若印串起了 一点着就山崩地裂 我又命令赵子龙 准备了大量的干草 用车装住 安排在谷口 又在山上准备好 大石头和雷木 然后呢 就派魏妍去引颓 特不和藤甲斌进入山谷 一放了魏妍出来 立即切断条路 就放火烧他 我为什么要用火弓呢 开广又说 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 藤甲虽然都战不入 但是呢 是被油浸的 电火必着 那些万兵这么空患 非火弓不能够取胜 哎呀 不过 使得乌哥国的人 灭了种 都是我的罪过了 听完孔明这样解释 纵将官冲心拜扶 他们都说 城上千基 真是鬼神莫测 过了一阵 孔明就吩咐 押盲盲盲进来 刀虎手一张盲盲盲 拉来 批他 躲起地处 孔明就叫人解开他的承索 放他起身 然后带他过去帝的帐篷 请他喝酒吃饭 当孟幕和竹庸夫人 孟幽 带来动主 以及同族的党羽 亲戚等等 在喝酒的时候 忽然间有个官员 走入来对孟幕说 城上觉得好不好意思 不想和大王见面 特意叫我来放大王回去 让大王再召集人马 来一决胜负 大王你现在可以走了 哎呀 孟窩哭起上来 他说 七禽七重 从古到今都未曾有过 我虽然是化外之人 还知道一些礼仪的 难道我 真是一切都不懂羞耻的吗 于是孟幕就和妻子 兄弟 亲戚等等 一起去中军将 将件衫脱了一边 对着孔明跪在这儿请罪 他说 城上天威 我们南方的人 永远都不再造反了 大王你现在服了吗 我 子子孙孙 都敢的 城上在生 只得 怎么会不服呢 孔明好高兴 请孟窩他们起身 大牌燕直祝贺 任命孟窩永远做动主 属兵所占领的地方 全部退还 孟窩同族的亲戚党羽 以及所有的盲兵 个个都感恩大德 欢欢喜喜 跳着舞 就去了 孟窩他们走了 长使秘衣走来 劝贾孔明说 今天 城上亲自率领士兵 深入不武 征服南蛮 现在蛮王已经投降 归伏了 为什么不委派官吏 和孟窩一起 来镇守这个地方 孔明马 如果我们这样做 有三件事不妥 第一 留官吏在住 就一定要留兵 吸养就很难办 第二 蛮人在这次死伤甚多 留官吏 而不留兵 就必成和患 第三 万人有自己的规矩 对外人终归是信不过的 我现在既不留人 亦不问两 就是求得和他们相安无事 没错 孔明确是考虑得非常周到 大家都很拜服 那万方这边 都极之感激孔明的恩德 就为孔明立了个生辞 以后四季来拜他 那万人一提孔明 都称呼他做慈父 表示最大的恭敬 又送了很多金银珠宝 单七药材 耕牛战马 作为军用 同时也是最紧要最紧要的了 他们真心表示 以后永远不再作反了 于是南方就平静了 现在说过孔明 他耗上三军之后 就在九月的一个吉日 传令班师回到西属 他命令魏妍带本部兵马 做先锋 魏妍带兵刚刚走到漏水 咦 突然间 阴魂密宝 水面上 一阵狂风罩起 吹到大浪涂天 飞沙走石 这些军队根本行动 孔明就请孟莫来问一下他 为什么 孟莫说 这条河 是有凶神 作祟害人的 过河来往的 要祭他才行 用什么来祭呢 到时 我们国内 见到凶神作祟 就用七七四十九个人头 和黑牛 白羊 来阵他 自然就风平浪静 更见保佑 年年好修成 现在已经打完仗 地方都平静了 怎么能够乱杀人 这不行 孔明的亲自来到漏水岸边看看 果然是 这些声音 阴风阵阵阵 波涂 空涌 真是让人害怕的 孔明觉得十分奇怪 就找当地的土人来了解一下 土人说他听 是啊 是啊 自从承相经过之后 这些书 慢慢都听见 河边有鬼哭的 由黄昏到天光 哭到无停 在这些仗器里头 周时还见到无数 无数那么多 阴云冤鬼 所以都没人敢过渡了 孔明说 这些都是我的罪恶 初时 马代率领那千多名熟兵 都写一条河树 更见杀死那些南方人 都是抛了落河的 那些狂云怨鬼 冤仇不息 所以搞到这样 好 等我今晚去拜祭一下他们 是咯 成相 去拜下就好了 依照旧例 杀四十九个人头来祭 那些冤云自然就散了 本来 是人死了 而变成冤鬼 现在又怎能够再杀生人 不行 我自有主意 孔明于是吩咐行军除访 汤牛仔马 拆好面粉 造成人头 里面就塞牛羊肉做馅 来代替人头 这些就叫做饭头 现在饭头是不是这样来的呢 不得而知了 当晚 在炉水岸边 摆起香岸 摆开种种祭品 点起七七四十九眼灯 树起牆 回来到朝云 又把饭头 摆好在地上来 到了三更时分 孔明头戴金官 申辟学厂 亲自来到拜祭 在这次战争里面 阵亡的熟军将士 以及南方将士的阴云 读完继闻 孔明放声痛哭 感动到大家都流起眼泪 孟明的那些人也忍不住 然后哭起来 真是靓 只见在仇云惨慕之中 隐隐约有几千鬼魂 随风飘散了 于是孔明叫人将祭品 泡在炉水里面 翌日 孔明率领大军来到炉水南岸 今天不同了 只见云收无散 风平浪静 熟军就安然 渡过炉水海船回去 走到永昌郡 孔明就留下黄狂 和吕海在说 任命他们阵守永昌 壮窝 月水 建然这四个棍 就打发孟获他们回去 祝父孟获 要勤勤狠狠 自理南方 好好地对待民众 要种好田地 孟获他们流着眼泪 跪下拜祭拜孔明 就辞别回去 孔明就继续率领大军 回去成都 孔明大军回到那阵 哇 加勤了 流禅留后主 如驾出城三十里 欢迎大军海船 流禅落车 站在大路旁边 等候孔明 孔明回到 哎呀 看到这样 慌忙落车 就跪在这 对流禅说 神不能够迅速平定南方 在主上龙心忧虑 都是神之罪过 上父一路辛苦了 起身 起身 流禅扶起孔明 一拍的坐车 返城都 然后就举行盛大的太平宴会 重重的赏赐 为路三军 从此之后 有二百几处地方 多些比较遥远的 山邦小国 都来到进攻朝拜 孔明就请流禅后主批准 对这次精箭牺牲的 仗士家属 都给予优厚的抚複 人心宽畅 朝野声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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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